大陸和泱泱大国有自己的节奏 我们看到这个外交部的发言人 华春宇已经官宣了 接下来又有一个国家的总统 要到大陆进行最高的国事访问 之前习近平这个铁人行程 有没有 在这个一带一路峰会的时候 哇真的是 一天八国一天九国的 这样这种速度在接见 现在好不容易结束 又来一个哥伦比亚总统 就是明天哦 10月24号到26号 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之前我们讲过 哥伦比亚在这个以色列问题上 以巴问题上 表态嘛 对不对 他说不惜跟以色列断交 另外还有一个 今天这个 之前跟中国大陆关系很不好 澳洲总理 新上任总理 11月4号到7号 要访问中国大陆 他也期待跟习近平见面 还有跟李强进行交流 那这是2016来 就澳洲总理首次访华 我这个一起让这个 院老师一起讲 就中国大陆有自己的节奏 他有自己的强项 当然他也有他自己的弱点 他也不断在进行内部的侵杀 反腐啊 抓间谍啊等等 又一个大的间谍案 抓到10月22号 大陆国安机构 公布了一个美国间谍案 这里面有一些细节是值得注意的 这位你看到是一位学者 是一位科技的一个专家 科技学者 公派到美国去进行访问 公派就是公费 给他公费 也就是说呢 他算是一个涉密的人员 国防军工单位的涉密人员 应该是国防军工里面的科研人员 而且应该算是核心 才会派到美国用公费 在2013年的3月 他到美国才两个月的时间 又认识了一位美国教授 然后接触到了一些 美方的情报人员等等 然后2023很快 3月去6月就开始 这个美方就向他询问 大陆科研领域的相关问题 从10月之后开始有了对价关系 多次见面 每周呢 至少他会提供两页A4的这个提纲 逐一提问 涉密的程度越来越深 问答的时间至少一个小时 完成美方的口头咨询之后呢 给美元大概700到1000元 不等的酬劳 前前后后 总共是跟了四位 美国的间谍情报人员 见面20多次 那最后呢 经过相关部门的认定 他交给了美方的 极机密 绝密级的文件两份 机密级的有三份 秘密级的有六份 他能够接触到这些 就应该算是大陆 这个军工方面 算是蛮核心的 那当这个案子曝光之后 这个案子也很大 从2023到现在为止曝光 他也已经受审 所以这个公开在今天大陆 所以大陆也没有去隐瞒 那游老师怎么看待大陆的节奏 我觉得 我非常仔细看了这个间谍案里面的内容 他自己也承认了 就是 我也不愿意讲这件事情 因为大陆现在整个发展 尤其是军工科技人员 我们要了解 科技人员本身 他自己脑袋中带了很多秘密 这个完全是自己的一个认同的感觉 那个美国怎么诱惑他呢 就请他去看脱衣服什么 又这么吃吃喝喝什么的 这种感觉上很容易受到物质的引诱 在2013年的时候 大陆本身来讲 这种人本身 他自己知道 我是觉得说 他泄露了很多的秘密 对大陆来讲的话 这件事情现在公布 说明一件事情 就是说大陆已经比较自信了 因为长期来讲 我们可以理解 这种人发生的案例是非常多的 因为台湾跟大陆之间玩的间谍战 基本上也是透过这种方式 来获取一些比较机密的资料 这个是可以理解 但是现在有一件事情非常重要 就是说是 大陆目前所作水 我今天早上起来 我就在想这件事情 就是大陆目前做的事情当中 因为我有很多同事都责怪我 什么永远都不批评大陆什么的 我说你要批评要有理由 我觉得大陆做的事情的话 你像一带一路的话是世界和平 那同一天的话发生中东战争 对不对 那就是世界大战 对不对 那世界和平跟世界大战之间 你要哪一个 我觉得这种事情的发生 它有两方面的好处 一方面的话 就是抵立大陆政府告诉他说 老百姓当中的话 不管你有多大的这种机会的话 你都不要排除 有可能有人泄密 这是第一个 就是刺激他们自己的想法 比较小心一点 以前我们保密防碟的时代当中 我们也知道这种事情 然后第二点的话 我觉得这个对大陆来讲是好消息 让大陆本身知道 目前为止 如果你不按照正确的路来做的话 那基本上学着美国那一套 学着西方那一套 基本上是没有什么未来跟前途的 因为美国跟西方 他们霸道已久行之有年 那你现在中国大陆本身 在展现这种事情之后 你一定要突出 你一定要突破 你一定要能够想出来做法 跟他们不一样 然后在这种情况下 那如果说有人鞭策你 那你做的就是比较好 就还是个惊涛海浪 对啊 当然是非常困难 另外我觉得说 我常常都觉得说 大陆的外交人员 不好意思啊 我们这边外交人在我旁边 但我觉得大陆外交人 真的是蛮厉害的 因为巨细米 因为你看 就是讲到世界上 他们要照顾两百多个国家 每个语言啊训练啊 住外啊什么 哇 我不能想象那个单位有多大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那个元首访问大陆 已经不稀奇了 真的太多了 对 一方面是诚实面对 自己体制当中的一些弱点 那有必就把它接出来 那我继续就问一下 远老师 你怎么看待呢 跟澳洲之间 等于是说这个关系的 这个全面和缓化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为什么 因为地缘政治上的关系 也非常重要 在澳洲好歹也是一个 安格萨克森中的 一个大国之一嘛 对不对 而且原来的关系非常好 对 澳洲里面的话 中国的华侨也非常多 对不对 后来又非常坏 对 后来非常非常坏 七年了 七年的时间嘛 所以你可以传说 2016年开始的话呢 坏的原因是因为 前面一个总理叫莫尔森 莫尔森的这个 整个观念来讲 是完全跟着美国走 抱紧美国一条大腿 所以我讲的 抱紧美国一条大腿之后呢 然后慢慢澳洲会发觉 得不到什么好处的情况下 然后呢 澳洲的龙虾啦 澳洲的酒啦 澳洲的铁矿啦 澳洲的煤呀 根本也没有什么任何 有那么大的胃口 找不到这样子大的市场 所以说阿尔巴尼斯的话呢 他基本上呢 我觉得有三件事情 值得观察的 第一个的话呢 阿尔巴尼斯能够在 11月初能够访问中国的话 基本上改善这个关系的 象征性 美国基本上是同意的 这个是要了解 因为他们基本上 五眼联盟当中还是听美国的 然后但是第二点的话呢 澳洲自己发觉呢 这个笨蛋 问题在经济 你经济搞不好的话 东西都卖不出去 你澳洲的话呢 没有靠中国这个市场 原来过得好好的 澳洲生活水准这么高 靠了什么 靠了就有一个很大的市场 然后第三件事情 我觉得那个陈磊 也是间谍案的关系 对 他那个判刑当中的话 我觉得这个案子本身 相较于 以往我看到间谍案 那个陈磊判的是轻的 他为什么判得比较轻呢 因为呢 这个中澳的关系 一定是扮演了一定的角色 否则以在大陆情况下 就当场逮到 而且他是央视的主播 成了这样子的一个身份 匪谍的身份 那你判刑才两年多 关都关了超过三年了 对不对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 中澳之间的 打开的话 当然跟中美之间的关系 可能也是一个 我们继续观察的指标了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 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 克菲尔益生菌 吃了两三天 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 睡眠的品质变好咯 那你知道 这个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 就可以更加地专注 当然情绪 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 克菲尔益生菌 我才认识了 这个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 益生菌 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 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呢 还有多种 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你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 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 维持好情绪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 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 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新 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 没有负担 每日克菲尔 时刻美好 Good dea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 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黑键码 有额外的折扣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